都是手錶我自然之下 都已經好好抱歉離想 在身邊這裡起床 慢慢喜歡你慢慢的心理 慢慢的自己慢慢和你都在一起 慢慢我想配合你 然後張愛家的33歲兒子王令辰 日前與29歲中國超模女友游天意在香港舉辦超豪華婚禮 賓客名單簡直眾星雲級 台灣藝人包括方志友、楊明威、柯震東、王大陸、陳柏林等人都是做上賓 昨午日方志友將婚禮花絮放上IG 影片中方志友在台上投入的現唱歌曲慢慢喜歡你 老公楊明威則是在台下舉手機幫老婆錄影 讓不少網友看完後大讚太甜了吧 影后唱歌這麼好聽啊 直接三斤拿起來了 這有剛剛對鏡頭飛吻嗎 明威有些隔空傳一個emoji飛吻嗎 呃 我要放開掉 就是因為他們那個 今天就是親朋好友們約了一起在家裡看金嘛 然後就我好幾妹就說 欸你得獎的時候 他哭了 喔 對 所以就是聽到這個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就知道他在替我開心 是哪一種 應該不會是崩潰是哭法吧 可能就是犯累這樣 因為楊明威是不哭的人 除非演戲裡啦 但是他自己家不太哭的 那他有傳一個訊息給你嗎 有 他說我就知道是你 我就知道你會得金嘛 我才跟你結婚的 現在還在很興奮的狀態中嗎 嗯 嗯 我覺得與其說是興奮好像還是有一點不真實感 因為我是真的就是沒有想到自己可以拿到這個獎 就是能入圍已經覺得參生有幸 然後現在又拿到了這個金馬六十的獎盃 真的很開心 然後就是就是我剛剛一到後台 拿獎完一到後台的時候就說我要吃麥當 結果剛才沒叫成功 所以我等一下等訪完以後 我一定好好的大吃一頓 你自己的願望是可以趕快吃麥當嗎 就是想要大吃一頓 因為真的是餓很久 然後腦海中存了很多想吃的清單 剛才在台上的那個有支持 真的嗎 我有點就是太緊張了 然後好像跟自己原本心裡腦海中 RAID的那個稿講的 沒有講清楚這樣子 很怕沒有講好 你現在是飄飄飄在裡面 有一點真的很不真實 然後等一下回家應該就會想說 啊 灰姑娘吧 朱寶也卸了 然後禮服也卸了這樣子 這有剛剛對鏡頭飛揚嗎 對 明威有些得空傳的emoji飛揚嗎 嗯 我要爆他料 好 就是因為他們那個 今天就是親朋好友們約了 一起在家裡看金馬 然後就我好幾天就說 欸 你得獎的時候 他哭了 哦 對 所以就是聽到這個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就知道他在替我開心 嗯 吃哪一種 應該不會是崩潰是哭法吧 可能就是犯累這樣 對 因為楊明月是不哭的人 就是 對 他除非演戲裡啦 但是他自己家不太哭的 剛剛有傳那個訊息給你嗎 有啊 他說我就知道是你 我就是知道你會得金馬我才跟你結婚的 哇 那都不行 對 他很會耶 嗯 好 謝謝 你得金馬這他會不會壓力很大 不會啊 他也是很棒的演員啊 而且他先入圍金鐘的耶 對 雖然 嗯 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小朋友知道嗎 知道知道 他們超開心 他們今天也一起看直播 然後也就是 我一得獎他們就有傳語音檔給我說 媽媽你得獎了 恭喜你 真的很開心 剛才那個得獎的時候 你要就是下一個節目 就講說林柏鴻 對 林柏鴻就是我此生最大的恩人 因為如果沒有他我好像走不上去 對 就很感謝 然後剛剛看到新聞畫面就是 孟博跟光海都起身 就是想要摻扶我這個典禮小白很不會走路 這樣 然後就很謝謝大家 你覺得很有愛對不對 很有愛 而且因為我跟柏鴻算是一起長大 就是一起入行 然後一起長大 就真的很謝謝他 然後也覺得他在我心中 也是很棒的男主角 那等一下要怎麼起床 等一下嗎 嗯 就是大吃一頓 然後然後好好的讓自己 享受一下這個興奮的聖唱獻素 嗯 當然當然希望各位導演 各位製作人 不要吝嗇 多多找我 我會繼續努力 非常努力 然後也不會漲價漲太多的 嗯 剛剛還沒有 聽說他好像到了 那我們趕快訪完 我就可以進去跟他聊天了好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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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